2013年5月23日,爱在春天剧组发布了该剧的一个预告片,其中部分引用了2010年10月22日该剧拍摄中发生的意外爆炸时的影像。 在当时爆炸中受伤的Selina经纪公司华言音乐在该预告发布后立刻发表官方声明抗议剧组的宣传方式,并表示这是对艺人的二次伤害。 声明称,针对5月23日,湖南卫视爱在春天剧组提供于浩铭爆炸事件回顾视频,其中部分内容擅自使用本公司艺人Selina仁佳轩拍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爆破戏片段仪式,本公司对此深表痛心与愤怒,并在此严正谴责,抗议剧组为了宣传行销信息不择手段,对艺人造成二次伤害。 并且要求爱在春天剧组于5月23日午夜12时之前将此所有相关视频全数下架,并公开道歉。 呼吁所有海内外媒体及网友切勿以各种形式使用或转载该视频及画面,否则本公司将保留追究相关法律责任之权利,以维护本公司及艺人Selina仁佳轩之权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